各位朋友大家好,油管上的一些老朋友都知道 我做時事評論並不是特別的勤奮 有一些小的事情,我覺得雞毛蒜皮的事情 我就懶得評論了,如果那天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我可能我就懶得說了,但是關於佩洛西訪華的事情 我已經現在說了兩次了,這次已經要說第三次了 為什麼呢?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重要了 佩洛西訪華兩個目的,第一個當然是挺台,挺台灣 因為他這麼一去,今後美國的那些議長、議員 那就分治踏來了,不僅美國的議長 而是歐洲那些國家的議長,也會落意不絕的 去到台灣訪問,所以台灣的這個國際空間 那就被他這麼一走,就給擴大了很多了 挺台當然是其中的一個目的 但是我認為這還不是他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 他在這個時候選擇去訪問台灣 很明顯就是奔著中共的二十大去的 就是去攪局的,就是要去擾亂中共的政局 讓習近平不能夠連任的,就是去反習的 佩洛西這次如果是訪問台灣能夠成行的話 可以說是向中共的軍隊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中共過去把這個調門拉得太高了 在台灣問題上面他們畫的紅線,畫的太鮮明了 不給自己留退路,說什麼 如果是美國的軍隊踏上台灣的領土 他們就要開始武統了 什麼美國的軍機如果是進入了台灣降落了 武統就要開始了,軍艦靠岸了 就要武統開始了,總之說了一大套 當然有些紅線已經被美國、被台灣給踩塌了 但是這一次佩洛西來台灣 那是踩得最兇的一次 因為佩洛西是過去這二十多年以來 進入台灣的地位最高的美國政壇第三號人物 他又是得到了軍方的支持的 美國國防部已經說了 我們已經給你做過這個評估了 做安全評估了,軍事上的安全評估 但是去不去有你決定 你要是去的話我們要全力配合,要保護你 也就是說佩洛西這次肯定是乘坐美國的軍機去台灣的 在這種情況下,這麼高階的人物坐著美國的軍機降落在台灣了 你武統到底開不開始呢?而且這一次不僅僅是像胡錫進這種喉舌 在把這個調門拉得很高 而且外交部也已經出來說了,話說得很狠 中共要採取這個反制措施一切後果要由美國負責 不僅是外交部的,這個文官出來說了 連國防部的武官都出來說 國防部的這個發言人說 中共軍隊絕對不會做事不管 一定要採取強烈的反制措施 那麼佩洛西如果是真的來了 利用什麼樣的強烈的反制措施呢? 如果這個反制措施實施不出來 如果這個反制措施並不強烈 那麼最後那就是給自己打臉了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訪問的時間的問題 佩洛西這次行程是要訪問五個國家 有四個國家是已經確定的 日、韓、新馬是已經確定的行程 台灣是暫定的行程 那麼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五個國家根據他們跟美國的距離 佩洛西應當是先去訪問日本和韓國 然後再訪問台灣,最後去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 美國的媒體報導 現在佩洛西的這一行人已經啟程了 在7月29號的時候已經啟程了 現在應當已經到達日本或者是到達韓國了 按照一般的外交上面的慣例 像國會的議長這種角色 他去訪問一個國家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如果是美國總統或者是其他的行政官員 去訪問某一個國家 那有很多具體的事情需要談,需要商量 時間需要比較長一點 但是像議長這種角色 他去訪問國家純粹就是表明一個原則 去表明一個態度,僅此而已 因此用不了多長時間 也就是說佩洛西去韓國和日本可能不需要停留太長時間 一天足夠了,最多也就是一天半、兩天的時間 那也就是說可能他在8月1號的這一天 就已經結束了日本和韓國的訪問 就要到台灣來,8月1號是中共的建軍節 大家想想在中共建軍節這一天 佩洛西坐著美國的軍機去訪問台灣 去訪問中共軍隊,堅決不讓訪問三番五次聲明 如果是去的話就要武統的台灣 這不就是在全世界面前公然的挑釁中共嗎? 公然的去打臉共軍嗎? 當然打臉共軍這個不是佩洛西的主要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通過打臉共軍,隔山打牛 對習近平造成內傷 因為共軍跟美國開不開戰,這個是由習近平來決定的 那習近平他敢開戰嗎?當然不敢 現在這個時候他怎麼敢跟美國開戰 他稍微有一點點理智 他就知道現在跟美國開戰完全沒有任何勝算 當然今後也沒有勝算,他當然是知道的 但今後你還說我可以保持一個幻想 保持一種希望,希望有一天我能夠趕上美軍 但是現在眼下這個時刻 是沒有辦法跟美軍展開正面的衝突的 那麼他就肯定下不了這個決心 下不了這個決心,那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首先就是中共軍隊裡面那一批後戰分子 那一批鷹派,那一批糊塗蟲 他們認為打得過美軍的那些人 他們就會認為習近平是一個膽小鬼,是一個懦夫 習近平就會失去他們的支持 那軍隊裡面當然不僅僅有那些糊塗蟲 還有一些肯定有一些清醒的人,那些比較專業的軍人 他們知道要打肯定是打不過美軍的 那麼他們對習近平也會相當失望,為什麼呢? 你明知道美軍我們根本幹不過 你為什麼一再的去挑釁他,要在南海、要在台海 要在東海去挑釁他呢?你為什麼要把整個國際格局 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當年鄧小平在的時候 江澤民、胡錦濤在的時候跟美國關係那麼好 把美國人互弄得團團轉,那個時候共軍的日子多好過啊 現在你搞得以全世界為敵,尤其是跟美國為敵 跟歐洲為敵,我們怎麼承受得了呢? 這一批人,這一批軍人就會覺得習近平極其愚蠢 所以習近平也會失去這一部分軍人的支持 那麼無論這些軍人是認為習近平愚蠢也好 還是認為他懦弱也好,大家都會形成一個共識 就是這個人他不適合擔任中共的軍委主席 也就是不能夠沒有資格擔任中共的三軍總司令 他沒有資格成為這個國家的元首 沒有資格成為這個黨的黨魁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這貨不僅僅當了軍委主席 國家主席和這個黨的總書記 而且他還想繼續連任,做了兩屆還不夠 他還想把中共過去運作了幾十年的規矩,完全的給毀掉 他想繼續連任,成為終身制的最高領導 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軍隊怎麼可能願意給這種人保駕護航呢? 所以這次如果是習近平不敢跟美國硬碰硬的 發生一場正面的軍事衝突的話 他在軍隊裡面的支持會喪失殆盡,軍心盡失 中共它是一個槍桿子裡面出來的政權 如果是失去了軍隊的支持,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最壞的狀況就是兵變,軍隊立即就起來造他的反 因為這次實在是太丟臉了,軍隊顏面無存 而且軍隊早就對習近平有一部分人 早就對習近平有很大的意見了 習近平在軍隊裡面搞選擇性的反腐 把一些將領把他們給打下去了,他們有一些不就 有一些門生,那肯定是不服的,早就在找這個機會了 那麼藉著全軍對於習近平的這種幻滅感產生的時候 他們只要稍微的一鼓動,兵變就起來了 當然搞兵變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起來很難說,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如果是中共裡面的其他的高層發動反習政變的時候 軍隊絕對不會支持習近平,要麼就袖手旁觀 要麼乾脆就是反歌一擊把習近平給幹掉 這種可能性這個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佩洛西訪台之後的那一段時間 那是反習派高層發動政變,公開反習的最好的時機 只要他們敢站出來,軍隊就一定會支持他們 成功率非常之高,但是如果是這些高層 全部都是渦浪費的話,他們不敢更公開的 來反對習近平的話,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那麼軍隊極有可能不僅僅是對習近平產生幻滅感 是對整個黨、對整個體制都會產生幻滅感 中共軍隊裡面是有一批職業的軍人、專業的軍人 他們是想把這個軍隊變成專業的國家軍隊 他們是想軍隊國家化的 等到整個軍隊都產生幻滅感的時候 那個時候那些想軍隊國家化的人就會急劇的增加 那麼當民眾起來造反的時候,當顏色革命興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共的軍隊就很容易就站到人民的一邊 因為過去是有一些幻想 對習近平對中共的體制有一些幻想 那麼這一次通過佩洛西的訪台打了他們一巴掌 把他們給打醒了,把他們的幻想給消除了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認識到還是做國家的軍隊好 做人民的軍隊好,做黨軍你可以吃糧 做人民的軍隊、做國家的軍隊你照樣吃糧啊 而且吃得更好,像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軍隊 他們的待遇都比中共的軍隊好得多啊 而且有榮譽啊,人不僅僅是要吃糧 當你衣食足了之後你就要吃榮辱 那個時候就要追求榮譽感了 中共的軍隊現在是沒有榮譽感的 佩洛西這次去台灣可以說是打了共軍一個耳光 但是這一耳光不是為了去羞辱他們 而是讓他們支持而後勇 讓他們拋棄習近平、拋棄共產黨 做一支國家的軍隊,這樣才會有尊嚴 才會不再受羞辱 過去三十多年以來佩洛西一直是站在中共的對立面 凡是涉及到美中關係、涉及到中共的這些議題 佩洛西完全是跟中共對著幹的 像什麼追回國待遇、像什麼中共加入世貿 中共申辦奧運、兩次申辦奧運 還有這個香港議題、台灣議題、新疆、西藏的這些議題 佩洛西完全都是反共的 可以說過去三十多年以來在美國政壇上面佩洛西是反共 第一人堅持的時間最久,一以貫之,從來沒有變過 那麼這一次她的訪問台灣的行程 雖然還只是標示為暫定 但是我認為她是不會退縮的 佩洛西的這個從政風格可以用兩個字來總結 狠和準,狠就是好鬥,這個人非常的好鬥 喜歡和對手進行正面的衝突 無論是在國內的政治鬥爭當中 還是在國際的政治鬥爭當中 她都是喜歡正面衝突的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她去台灣的這個機會非常之大 應當說99.9%除非是發生核大戰了 她可能去不成了,否則她就會去 那麼去了之後就會對中共形成極大的打擊 而且她還打得很準,能找到對手的要害進行打擊 反共是她一生的事業,但是怎麼反共呢? 把9600萬中共黨員作為一個整體來反 當然美國也有這個實力,但是要把他們全部的給打垮 那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美國付出很多的力量 付出很多的代價,沒必要 只需要現在打擊習近平一個人就可以了 習近平一打秦賊秦王之後,中共就閃掉了 中共就垮掉了,中共內部就會大亂 習近平就是中共的一個要害 那麼怎麼樣打擊習近平呢? 習近平是靠軍隊的支持才能夠維持他的地位 才能夠在二十大連任的 那麼把軍隊對他的支持給拆除了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連任了,他就會被打倒 那怎麼樣讓軍隊不支持習近平,怎麼樣讓中共的軍心動搖呢? 不需要,也不需要打一場大仗 打一場大仗,美國固然能夠打得贏,但是代價也很大 所以上兵伐謀,要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像佩洛西這一次訪問台灣一樣 把中共的軍心給震懾住,告訴中共的軍隊 你們根本不能夠打,根本不敢打 中共一直宣稱台灣是我的,誰來我就打誰 現在佩洛西就到台灣了 就到中共的這個陣地的前沿去校正了 這就有點像《三國演義》裡面的張飛 站在這個長板橋上面大喝一聲 面對這個百萬朝軍大喝一聲 焉人張毅德在此,誰敢與我決一死戰 結果朝軍沒有一個將領敢出戰 整個軍心大爛,潰逃五十里 佩洛西如果這一次去到台灣了 他就是那個張飛,台灣就是那個長板橋 而且這次時間也選得非常的好 就在中共北戴河會議召開之前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這是中共內鬥的關鍵的時期 是決定習近平能不能夠連任的關鍵的時期 佩洛西這個時候去,這就是去繳二十大的這個局的 就是去破壞習近平連任的部署的 如果是他能夠8月1號到達台灣的話 可以說他簡直是準的跟一個神射手一樣 一箭穿心,一箭就擊中了中共的軍心 讓中共軍隊絕對不會再支持習近平 所以我是希望他這次8月1號 最好是8月1號能夠到台灣 當然我也理解有些台灣的朋友可能會有一種擔心 說是習近平萬一認不清形式,萬一發瘋了 真的要打怎麼辦?大家也不用怕 要打的話,美國已經做好部署了 這場仗主要是由美國人來打,美國早就做好部署了 國防部不是已經說了嗎?已經做好了應對的安排了 請大家相信,國防部不是在這一次 這個金融時報披露出佩洛西要訪台的消息之後 才去準備的,他們早就在開始準備了 大家記不記得4月份的時候,4月初的時候 佩洛西就傳出來要訪台的消息 但是後來訪台的行程被取消了 說是佩洛西得了新冠,但是得了新冠 需要那麼長的時間再重新安排嗎?不需要啊 只需要一個星期,最多兩個星期他就恢復了 然後就可以到台灣了,為什麼當時沒有到台灣呢? 當時我相信第一個是因為美國的軍方還沒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好全面的應對措施 那另外一個原因,當時佩洛西沒有成行 是因為在4月初的時候,歐戰爭剛剛開始不久 俄羅斯的閃電戰雖然受到了挫折 但是在戰場整體上面還是佔據一些優勢的 還沒有徹底的顯示出敗像,但是現在不同了 到了8月份,烏克蘭已經在開始反攻了 各種美國西方支持的武器到位之後,反攻已經開始了 最後把俄國徹底的趕出烏克蘭,讓俄羅斯徹底的失敗 這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極有可能就在今年年底就會發生 那這種形勢,凡是有一點軍事常識的人都已經看出來了 共軍的那些官兵也看出來了 大家看見美國沒有直接的參戰,只是給烏克蘭提供了一些軍事援助 而且只有100多億美金的軍事援助就已經把俄羅斯 這個所謂的第二軍事強國已經打得這麼慘 中共如果跟美軍直接的進行對抗的話,那會輸得更慘 軍隊裡面稍微有一點點數字的人都已經明白 跟美國打仗是打不過去的,所以這個時候 佩洛西去訪台,去跟中共校正,去震懾中共 那就是正當其實 當然了,跟中共這種獨裁政權打交道 跟俄羅斯這種政權打交道,當然都要做回最壞的打算 就是說他們萬一開戰怎麼辦,萬一開戰並不要緊 俄羅斯現在不是在開戰嗎?中共可能會趁著這個機會 說我兩邊跟你一起開戰,看你美國能不能夠應付的過來 請大家相信,美國應付的過來 再給大家講一個三國的故事,剛才講的那個故事 那是出自三國演義,可能有虛構的成分 至少是有誇張的成分,張飛,再大的本事 他也不能夠喝退百萬雄兵 但是現在跟大家講的這個故事 那就是出自三國制,是歷史史實 就是當年曹操跟馬超、韓粹跟他們決戰的時候 馬超、韓粹他是來自於西梁地區 那邊是出一些軍兵漢將的 馬超和韓粹不斷地從西梁地區召集他們的盟友過來 調集那些部落的領袖,那些地區的軍閥 來參加這場戰鬥,想來一起來擊垮曹操 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擔心得要死 說這些人這麼汗勇,我們能夠對付了他們嗎? 他們又不斷地援兵,不斷地來 曹操哈哈大笑,說來得正好 這個時候他們如果是不來的話 將來我還要到那個地方去剿滅他們 一個一個去剿滅他們,那得費多少的功夫啊? 他們現在來了,我正好把他們一鍋給端了 現在美國對付這個俄國對付中共的 實際上也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以美國的軍事實力把中共俄羅斯一鍋端了 完全沒有問題,甚至再加上什麼朝鮮、伊朗 韋內瑞拉、古巴這些國家,大家一起上 一國端完全沒有問題,只不過是美國 他總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 而這次佩洛西訪問台灣 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一個高招,一個妙招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